各位朋友 在国内的朋友晚上好 在美国的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早上好 有的特别是在西岸的 有几位同工 是四点钟都起来 非常的感动 然后国内的朋友们 我们也非常的感恩 感恩有礼 我们刚在美国过了感恩节 感谢你一致来参加这个寻光 因为在国内的周六 应该是有很多 现在国内的夜生活 但是你们选择来听这个Zoom的讲座 感谢神 希望真的是在这个地方 能够遇见神 能够找到你们要寻找的真光 因为真光 他也在找你 他也要照耀你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 我所生之我信的是谁 这个是讲了很多 我们的信仰 我们真生的知道 我信的是耶稣基督 祂是我们的救赎主 我来放这首诗歌 请大家来一起听 Having said that 《父亲》 不知舅主喜在碟完颠 何以向我贤贤 何以向我如此不堪 今末就竹竹竹竹 为我圣旨 所幸的是谁 也深深想起 他实在是能 保守我 所教父的地 周旋悲逝到哪里 不知何以信何旧 此安向我成就 何以信旧 主恩怨 心中一般重大 为我圣旨 所幸的是谁 也深深想起 他实在是能 保守我 所教父的地 都全非 直到哪里 为我圣旨 所幸的是谁 也深深想起 他实在是能 保守我 所教父的地 都全非 直到哪里 不知阴间早已如何 也深深深想起 他实在是能 为我圣旨 所幸的是谁 也深深想起 他实在是能 保守我 所教父的地 只能 保守我 所教父的地 都全非 直到哪里 也深深想起 他实在是能 保守我 所教父的地 都全非 直到哪里 都全非 直到哪里 都全非 直到哪里 为我圣旨 所幸的是谁 也深深深想起 他实在是能 保守我 所教父的地 都全非 直到哪里 阿们 为我圣旨 所幸的是谁 但愿我们每一位朋友 我们都能够深深的知道 我到底相信的是谁 我相信的是什么 在我们过去的几次讲座当中 我们从一开始讲到了 我们不论你处在任何一个位置 你是成功 或者是现在还不是那么成功 你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你都需要有一个终极的追求 那这个终极追求 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讲到只有圣经 它是神启示给人的一本书 然后讲到了 为什么我们相信这个圣经 相信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 然后我们也讲到了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 然后复活 像上一次我们在赵宇郡姐妹 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 那这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我们到底能够怎么去得到这个救恩 今天有两位弟兄姐妹 他们会给我们有非常好的分享 第一位今天要给我们分享的是 叫沈云姐妹 沈云姐妹1987年进入清华自动化系 沈云姐妹是一位非常善于思考的一位姐妹 在我认识她的年岁当中 我真的是为姐妹那种非常深的理性的思考 对这个信仰我非常的佩服 姐妹92年她毕业之后 本科毕业之后就留在清华 继续的工作 然后上研究生 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 她来到了美国的波士顿 就一直住在波士顿这个城市 一直到现在 她在波士顿大学学习 然后也在波士顿工作 现在仍然回在她自己的 在美国的母校波士顿大学工作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已经从2000年来到波士顿 就在波士顿大学 一直到现在 已经在波士顿大学 结下了她一生的 这样的一个渊源 她在波士顿大学 服务于学校的IT部门 为他们提供服务 提供科学计算服务 我们就把这个时间 交给我们的沈云姐妹 好的 谢谢欣语弟兄 我现在就share一下我的屏幕 我会在后面有时间的话 会分享几个跟我见证有关系的这个照片 现在讲的当中 我因为那个 我恐怕就不先分享照片了 我现在先抓紧时间做我的见证 好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好 祝大家平安 我叫沈云 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87级的学生 非常的感恩 能够有机会在这感恩的季节里 给大家做自己信主得救的见证 愿他在神手中成为那未保人的五饼二鱼 也为愿我所自爱和臣服的主耶稣 得着他当得的荣耀 我是2002年感恩节的时候 在一个韩国教会受洗归族 信主21年期间向很多人传过福音 做过各样的见证 但是正式的这样向一群人做重生见证 却没有很多 我只记得刚刚收洗不久 可能是因为我信主的经历 比较独特和戏剧化 被教会选择代表 在一个200多人组成的 韩国牧师团面前做了第一次见证 另外又会在教会一年一度的MIT的新生欢迎会上 做过一次见证 这些都是20年前的事情了 但愿神赐我话语 叫我把心里感动 想要分享给大家的都讲出来 我们一起来再一次的经历神的恩典 愿神的名被高举 愿他的崇高被世人所认识 我2000年的8月份来美国读书 一来就被一个韩国教会 在波士顿大学和附近的学生团契 吸引到新生欢迎会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基督教 虽然我来的时候抱着的目的是新鲜感 听听看看 见见世面 我自以为清高不以美食为我的目的 那样 但是那个晚上我所见所闻 其实在我心里是非常震撼的 人人都好像是那样的诚恳 那样的真实无伪 我感觉他们对人的信任和爱是真实的 是没有失利和动机的 这让我着迷 所以我在回家的路上 就问载我回来的这位弟兄 他的名字叫Darren 为什么你们这样做 你们真的不求什么吗 他回答的话很朴实 但却永远的留在了我的心里 他说 我们好像小孩子在海边玩耍 发现了那极宝贵的贝壳 所以迫不及待的赶回去告诉大家去娶 我们只是天父的孩子 我们认识了天父的好处以后 不想只教自己享受 我们乐意所有的人都来得知他的美善 因为我们知道世人也需要他 我听完默不作声 但是心里却落油所思 这之后我又去过几次团契的查经班 但是我想说自从新生欢迎会以后 我心里的平安开始打破 我一面被这样的团契吸引 一面却又挣扎 因为我自知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不可能去信这基督教 背叛自己已经决意要投身的信仰 所以我心里很是苦恼 就这样内心挣扎的来到了2002年的4月份 我本来打算在BU很快拿到博士学位以后 就重新回清华工作 所以就没有把儿子带出来 就放在我父母那里 请他们帮忙照顾 但是来了以后才发现 母子情深 一旦先生手肯可以把他带来 我们自己努力的照顾他 我就决定于2002年的1月份把他带到美国 然后4月份应一对在新泽西的朋友的邀请 打算带他到他们家玩 然后一起去华盛顿看樱花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年4月6号的那个早上 实际上我可以把时间更提早到18个小时 那个周末的礼拜五的下午 我带儿子在马丁路德 PU的马丁路德纪念广场 也就是学校的教堂外面的广场玩 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最好到教堂里面为明天早上的旅行祷告一下 然而立刻有另外一个想法出来 你穿着一身运动衣怎么可以去教堂 所以一带而过就没有进去祷告 后来晚上我给我爸爸打电话 平时我基本上对我爸无话不谈 然后那天我爸问我有没有什么事情 我却故意的说没有什么事情 没有和他说周末要出门的事 因为我怕我爸又要劝我自己开车出远门 不安全要劝我这劝我那 说不定就让我改主意 所以那天晚上本来我也要去查经班 同样也以合理的理由 就是明天要出门 今天还是早点休息的好 这样就打消了 然后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安 因为我心里挣扎的事情已经许久了 我定义要让自己把这件事情解决掉 不再让自己这事情纠缠自己 所以我早就打定主意对自己说 要是这一次旅行我可以平平安安的去 平平安安的回 我就知道没有神 我还是可以做我自己的主 过我自己的日子 从此我将不再去思想神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出门 为了以防万一 因为我和先生常常会为 一点点不招编辑的小事 吵得不可开交 为此我就特特的和他说 今天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吵架 他也答应的好好的 所以我们就一路出发 一直开了好几个小时 直到在进入纽约之前都相安无事 但是到了华盛顿大桥之前 我们有些迷路了 结果就因为问路的事情 两个人又吵了起来 就在华盛顿大桥上 我的脑子一正混乱 刹那间车子就撞到了护栏上 顿时我的儿子血流成片 因为安全带把他的左脸割开 撕裂成极大的口子 我一下子像一个疯子一样的哭了起来 跪地向着天上的神求牢 告诉他我现在信他是真的 我敌不过他 如今我只有求他救我的孩子 我一定跟着他走 那是2002年4月6号 大约早上10点多的时候 后来的事情我就简短的复述一下 我们被救护车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儿子在医院里接受了手术 后来医生告诉我手术很成功 一共缝了七成 一共360多针 后来我才知道 给他做手术的 那一行里很有名望的医生 他不仅医术好 医德也很少见 因为他在我后来带儿子去复查的时候 看见我的苦境 尽心生同情 告诉我 我欠他的7000多美金的医疗费 不必付给他 当我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次回想 我知道那是神拯救的时刻 他知道我的个性 内心其实是一个极其刚硬的人 我曾经在想 若是那天不是儿子受伤 而是我自己受伤 我是不是会服来 求他的劳数拯救 我想不会 我可能会更加远离他 因为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屈服 在我当时看来 这才是我应该做的 因为我不可以背弃自己起过的事 然而伤的是我爱他超过爱我自己的儿子 我曾经把他视为我所有快乐和盼望的缘由 几乎他就是我的耳像 我的防线彻底的崩溃 我为他的缘故甘愿听评这位主的法罗 只要他答应救我们 在医院里的那一周真的是度日如年 我常常自己劝说在卫生间那小小的空间里 不由自主的跪地祷告 虽然我从来还不曾真正认真的寻求过他 但是我仿佛是听见了心里的声音 自然而然的就开始和这一位 我几天以前还正想逃离的 莫名的想要证明他不存在的那位神对其化来 我不晓得自己是否是在对空气所化 但是却一点不觉得自己荒唐 就这样好像有一种力量在里面吹逼 把我的心牵引到神的面前 虽然我自己那时候并不晓得 这就是祷告 这就是悔改 这就是圣灵重生 我只知道内心的渴望是这样的强烈 以至于我没有办法迁就我的先生的责备和拦住 心里就想要这样 与这位我眼虽不能见 心中却无比渴望与他相交的神在一起 好像只有这样 躁动不安的心才能平稳下来 然后有一次 我好像突然听到这样一个声音 就是孩子啊 你不要怕我会负责他的一生 我左右环顾知道自己周围没有人 只是自己心里听到的声音 当时其实也并不知道 这话是出于自己的幻觉还是出自神 但是他实实在在的给我带来了安慰和盼望 现在回顾起来 我相信那是出于圣灵 因为后来神所引领的道路 向我证实了他的信实和慈爱 远超过我自己所能够想象的 这就是我经历圣灵重生得救的见证 从那以后 我的人生虽然经历了很多的风雨 但是我的心里的平安却生一天生是一天 从前紧紧怀抱的人生各种所谓的不可逾越的底线 和不可放弃的权利都被神一一的打破 交托出来 从前轻看的或者是想都没有想过去做的事 现在却因神的教导可以放胆自由的去行 真的是应了经上的话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现在都因着基督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自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菲利比书三章七到八节 今天我能够在这里为大家见证这位神的圣洁公义和美善 实在是神的恩典 他在我还是罪人硬心不认他的时候 照着自己的旨意拣选我成为他的儿女 使我的心真实的书醒归向他 并把他在基督里各样的美善和分胜的生命赐下给我 使我真认识他 知道即使他责备我的时候也是显为公义 他判断我的时候也是显为亲政 圣经彼得前书里说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我愿主帮助我成为这样的人 一个能够为人带来真正的益处的人 在准备这篇见证的日子 我的脑海总常常想起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这句话 这话一面是对我拿恩典的主 他为我成就了如此美好的救恩 向我施行了如此多的恩典 爱和怜悯 我在他面前极其微小 能够为他做什么呢 我拿什么奉献给我为我舍己的那样一位主 我能做的就是照他的吩咐 把他的生命之道尽我所能彰显出来 叫人看见他的荣耀 这话另外一面是对我自爱的亲朋好友和同胞 我也要问自己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自以为经营我都没有 只有把我有的给你 这是使徒行传三章六节里面的话 就奉我真信的主耶稣的名为你祝福 求你与他和好 早日得着那份 早已在他在创世的时候 就为你预备好的救恩 同我及千千万万和我一样 因他的荣耀的恩典得拯救的弟兄姐妹 一起跟随他的带领 在这位爱我们的主手中被他塑造和使用 去走一条他要我们与他一同经历的 充满了精彩和荣耀的圣洁公义的恩典之路 求神祝福大家 我的见证就到这里 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如果有时间我可以把几张照片 我预备的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可以沈云 看看我能不能 这是我们家8月份 今年8月份去那个阿拉斯加的邮轮上造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幸福的家 这是我刚刚提到见证里头 我当时就在这个地方 带着我儿子在那里踢球 玩球 这就是我们发生车祸的那个大桥 我不太记得是在大桥的这一端还是那一端 然后这个是我保留的 我昨天刚刚找的找出来的 我take了两张picture 就是当时他受那个受伤以后 医生穿着这身衣服 动手术的时候衣服都给cut掉了 这就是我自己 然后我还很巧的是 这个礼拜三我准备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去找一找 这个医生还能不能找到 居然还找到了 就这个医生给他做的手术 好的 所以我的见证就到这里 谢谢神 谢谢沈云姐妹 虽然是在她好像一种看起来非常不顺的一个车祸当中 但是神却让她降服 让她能够一生 让她的遗家都能够来跟随神 来蒙神的带领 接下来我们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位弟兄 叫做杨威 杨威弟兄是1993年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学习 然后本科毕业之后 就来到了美国在纽约的州立的实习大学 如果大家有的比较清楚 实习大学曾经是杨振宁先生在那工作过 但是他应该没有机会见着有可能 那个时候1997年杨威弟兄来到了这个纽约的实习大学 他毕业之后 2005年现在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很多家长有可能线上有一些学生家长 比较熟悉的叫做FSU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然后在杨威弟兄他曾经给我们做过见证 大家还记得如果你听过他从小就想上清华 小孩子的时候就想上清华我还记得 然后他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工作的时候 他当时并不姓祖 一直到他好像人生非常得意的时候 都已经完全拿到了这个教授可以在大学里面 可以享受他自由享受他的研究生活的时候 2011年他才第一次走进了教会 2014年受洗归主 现在他是在这个大学城的教会 一致服侍 如果你有孩子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学习的话 请可以联系杨威弟兄 他可以邀请你的孩子到学生团契 他也是这个大学的教授 他也可以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他也可以帮助你照顾一下你的孩子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杨威弟兄 谢谢欣语弟兄 谢谢欣语牧师 那个对 事实上我和那杨振宁是有点点偶尔来 他是98年退休的 我是97年去入学的 对但是确实是没有见到他 大教授我们见不到的 好我们今天我开始今天的那个 一个分享的题目 分享的内容是讲是充生得救的 对事实上那个我们可以 稍微看一下那个前几讲的 前六讲的内容 对前几讲中我们又讲了六个主题 事实上这个六主题我们从主题的角度来看的话 发现他都是为了第七讲做准备的 事实上那个当我准备这个这些讲座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这些讲座的准备特别难 因为他是整个这个 可能是寻光之旅的福音讲座的最高潮的地方 对我有点超出我个人能力 但我就利用让神使用我 让神让圣灵来帮助我把这个这个福音的内容讲 讲清楚 当然我们我们就稍微看一下这个前面讲的内容 我就稍微概括一下 对我们谈到几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第一点讲说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 人是有了神的形象 那么神创造人的用人 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的目的是为了敬拜神 也是为了荣耀神 为什么神要按照他的形象来来造人 因为因为神是完全的美善 至于用他的形象 完全美善的形象来造的人 才可以能够荣耀他 才可以来敬拜他 那么神创造人的角色是在 来管理神的创造 是在地上来做管理的角色 在这个美善的关系当中 我们知道人堕落了 因为人是为了 因为人从这个神的创造的目的当中 出来的时候 当人并没有用神美善的标准 来做事情 也没有信靠神 也不侍奉神的时候 最熟养了夏娃 他就因为贪图 他这个什么贪图 分别三国树上的果子 那么人就从神的这个美好的目的当中 堕落下来 当然我们以前也在前面几讲中 也讨论过人的堕落 在罗马书当中也描述人的罪 这个堕落之后的罪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形态 那么比如说罗马书的第一章 就讲了说人堕落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是因为人还有这个 敬拜的一个本能 但是人已经失去了敬拜的对象 于是人就开始来敬拜各样的偶像 比如说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二三节讲说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便便偶像 然后之后什么 他把这些偶像是仿佛并 认为这个他敬拜的对象是 并避朽坏的人和非瘦 非禽走兽和昆虫的样式 当讲那个人的 当我们看人的这个罪性的时候 我们在多马书的圣章会看到 每个人都是同样的 每个人的喉咙都是敞开的坟墓 是用舌头弄鬼诈 嘴唇上有鬼舌的毒气 满口是咒骂和苦毒的 最重要一点我们知道 人的罪的真正的终极的问题是 因为世人犯的罪是亏据了神的荣耀 即使人在行善行的时候 他也不会去荣耀神 他的目的是来为荣耀自己 为自己来侍奉自己的 这是讲述人的堕落 我们讲人有罪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角度看 从一个法律程度来看 人就陷入了不义 因为神是完全公义的 那么当人从神的公义的标准中 下来的时候 那么因为人的罪 那么人就陷入了不义的状况 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罪当人犯了罪 当人进入这个罪性的时候 那它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因为神在跟亚大下巴说 分别三个书的果子的时候 说这个果子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会死 当人和神来 当人背叛神的时候 那么人就会处于一个在灵死的状态 在圣经当中讲死的时候 其实是讲一个分离的概念 是一个隔离的概念 当我们讲说肉体的死亡的时候 是讲人的灵和人的肉体的 这一个分离 是人的肉体无法承载的灵 那么是当就有肉体的死亡 当讲灵死的时候 也是讲这个分离的概念 是讲人的灵和神的灵分离了 当亚当夏娃来追求自己定标准 当他要吃三个书的果子的时候 这一时刻他的决定是 来为自己来定三个的标准 要信靠自己去来主宰自己的生命 要自己来侍奉自己 要让自己来侍奉自己 让一切他所做的事 来侍奉自己的时候 这时候他就与神就完全的隔离了 不仅是亚当夏娃 与神的灵与神完全隔离了 处于这个灵死状态 而且我们知道他所有的后代 他代表人类 在灵上都与神完全的隔离了 都处于这种背叛和分离状态 人没有能力去追寻神 人也失去了能力去有真正的 去追求美善的力量 而且这个创新当中告诉我们 因为人是来治理全地的 人是来代表神的创造 来治理全地的 因为人的堕落 所以说大地受的咒诅 所以说灾难 苦难都进入这个世界 不仅是因为 我们知道苦难 前面在第十讲当中 张学弟兄分享过苦难 说苦难是罪所带来的 罗马书第五章第四二节讲说 这个罪是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 死又从罪来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所有人都属于在罪 所有人都是属于在一个罪的状态 所有的人不仅要肉体 最后要死亡 而且每个人的灵上是和神是分离的 是没有能力的 是不会追求美善的 而且是每个人都是陷在不义当中的 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 就是这种分离的状态 我们知道这个 前面分享的时候讲说 人的问题 人生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 最终的来源是是罪 那么人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就要解决罪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当人犯了罪 我们既有罪的问题 有死的问题 因为罪的问题和死的问题 我们要面临一个最终的一个非常 非常不幸的一个结果 就是神的公义和审判 那么看这个真理的信仰和其他的 那些这个人造的宗教信仰有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有很多区别 其中一点区别在于 我们一切的人的本性 是从神的那个形象中创造出来的 那么我们要 我们在理解真理的时候要理解神的属性 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属性是神是完全公义的 那么神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神不能违背自己的本身的属性 因为神有本身的公义的属性 那么这里就带来一个矛盾 那么人是犯了罪 而且人是处于临死的状态 人是自己不可能来拯救自己的 因为人是没有能力拯救自己的 人已经与神 这个完全的善的神 已经完全隔离了 但是同时神是完全的公义 那么神一定会 因为人的罪 神一定会在最后有审判 就像希伯来书的九章说讲说 按照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其有审判 而且罗马书第二章也讲说 神的完全公义是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诗篇的九十六篇讲说 因为他来了 他来要审判全地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 我们讲说神是不可能来 用一个方法就赦免了人 就是通过一个不需要 任何代价的方法赦免人 因为神的公义的愤怒 需要平息 因为神的公义的属性 是不能违背的 那么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在前面几一讲中 也讲说神有救赎 那么实际上当好多时候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会有一个误解 觉得好像亚当夏娃的犯罪 是神的失败 实际上这并不是神的失败 而是神的真正的 他的旨意的地在运行 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 在三章十五节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很快前面讲是神的创造 那么神的 人的堕落 那么三章十五节 就开始进入神的更新的过程 神的救赎季进来了 我们刚才讲说 人面与罪和死的时候 我们是处于一种公义的绝望状态下 因为第一点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不是义人 每一个人都是偏离正路的 都是在神的面前是有罪的 而且加拿大书讲说 如果一个人是想力图自己来救赎自己 自己去追求义 自己去摆脱罪的话 那么他会陷入一个咒诅 因为没有 如果想按照自己去救赎自己的话 要符合神的所有公义要求的标准 两个书社也讲说 说凡想去自己去遵求 遵守律法的要求 想自己去救赎自己的人 那么他在一条上得到了 在一条上 在一条的律法的标准上 他跌倒了 他不符合律法要求 那他就犯了重条 说神的公义标准是非常高的 在人看来 有的人可能看自己会有行善行 但我们通过看神的律法的标准 神的律法是显述了神的圣洁的 圣洁的一个性情 我们发现我们人是完全没有能力的 那么在这个绝望面前的时候 神给了我们他的智慧 我们说是讲十字架的救赎的智慧 第一点我们看神的智慧的时候 我们在前面的第五讲的时候 讲说神有救赎的计划 那救赎计划是在神的爱子 耶稣基督当中的 那么在上一讲当中 这个语敬姊妹也分享说这个基督的复活 讲了这个什么 讲了基督的复活 给我们带来这个真正的救赎的盼望 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救赎的智慧在哪里 第一点我们知道人是不义的 人是有罪的 人是亏欠的 人是欠了债的 那么人是在没有能力的 人是与神完全隔绝的 那么基督到他道成入神道的事上 我们知道他最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了罪 他献出他的生命 那么在看他赎罪之前 基督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 基督第一点说 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讲说 基督在收洗的时候 有段经文 他讲说耶稣回答自己说 说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理当这样进诸般的义 于是约翰就许了他 这里讲说当耶稣要受洗的时候 我们讲受洗是为了洗净自己的罪 耶稣他是从上面来的生命 他是圣灵改变的生命 本来就是善的 开始就是善的 说耶稣基督为什么在里要受洗呢 耶稣说我要尽诸般的义 我在律法之下 他要在律法之下来赚得完全的义 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四六节讲说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是有罪的呢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没有犯任何罪的 宗马田牧师有一段非常有名的 在他书中有一段很有名的 我这里读一下 他讲说耶稣基督完全顺服了律法 他谨守了每一个条例 没有任何的疏忽 不但如此 他也解决了律法对罪的刑罚 他担负了你我的罪 代求一切刑罚 代受一切刑罚 他正面和负面主动和被动的完全满足了律法的要求 律法已经无所求 他已经一一履行了律法的要求 这里讲说耶稣基督在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强调耶稣基督在 在他那个开始做施工的三十岁之后做施工的 其实在三十岁之前 耶稣基督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赚得完全的义 他在上十下之前没有犯任何的罪 而且在律法之下他赚得了完全的义 这里耶稣基督赚得了完全的义 与我们的救赎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说讲了十字架上的交换 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这里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交换 第一点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没有罪的 而我们是与神无关的 我们是与神隔绝的 罪人是与神隔绝的 而第二点是罪人 说我们是有罪的 我们最后要接受审判的 耶稣基督是没有犯罪的 他不应该接受审判 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角色就做了交换 那么耶稣基督赚得的义就归算了给了我们 我们的罪就归算了给了耶稣基督 他在十字架上他就承担了我们的罪 他在十字架上就接受了这个罪的审判 神的公义的愤怒就得到了平息 在罗马书的4章20节讲说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 在罗马书的5章当中也讲 是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记得耶稣神儿子的死 让我们与神和好了 在十字架上的交换 让我们与神就和好了 在十字架的时候 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 在十字架那个时刻 耶稣基督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罪人 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刻 耶稣基督就成为被神所舍弃的 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神 对父神的称呼非常有意思 所有的称呼都讲说父啊 只有在十字架的时候 耶稣基督用不同的称呼 讲说神啊神 因为在那时刻他已经被父是舍弃了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在十字架上就有这么一个交换 在哥罗西书当讲说这个交换的时候 讲说是借着耶稣基督肉身的寿使 让我们与神和好了 让我们成为圣洁了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回头看一下 我们犯了罪 那么耶稣基督赚得了义 在十字架上 他的义和我们的罪就做了交换 这是救赎的十字架的智慧 这里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 那么耶稣基督赚得义 他的救赎怎么与我有关呢 圣经当中启示给我们说 说信心是罪人领受耶稣基督义的唯一的管道 我们需要一个管道 要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交换也是有关系的 我们是要进入这个交换当中 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讲说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就像如经常所记 义人是必因信得生的 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二节讲说 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区别 其实这里我们会有一个场景 我们一个场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是要相信自己的意 相信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去做善行 做善事来救赎自己 还是相信耶稣基督完全的意 来救赎自己 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罗马书的四章当中讲这个二十节 当中二十节到二十节讲是通过 亚伯拉罕的信心来看到我们的信心 其实我们仔细读的时候会非常的感动的 他说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这样的信心 他说亚伯拉罕是仰望神的应许 说并总没有因不信心里产生疑惑 神是给应许的 神是给了一个美好的约定的 那么亚伯拉罕是仰望这个应许 那个应许是应许的耶稣基督他救赎 他是内心中是没有疑惑的 反倒因信心得到了坚固将荣耀归给神 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能成 必能做成 所以就神就因为他的信心就把他归算他的义 他就得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交换 他就得到耶稣基督的义 他就把他的罪就归算了给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 就为他的罪承担了罪的后果 成为了他的一个中宝 成为他救赎的中宝 说算为他的义 这是讲述算的义 单为亚伯拉罕所写的 也是将为我们将来所得算为义之人写的 为我们所有的人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 能够的得胜有份的人所写的 这是我们的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尸里复活的人 这讲说这里我们看到信心是罪人领受基督的义的 威的管道 这里并不讲说我们是我们因为信心 我们有了信心是我们值得什么 而是讲信心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得到这个救赎的管道 当这里说我们要看的一个概念 当我们讲救赎的时候 我们讲说救赎其实当讲救恩的时候有五种不同的讲法 一种是讲说称义 是从律法角度来说 我们原来是得罪神的人 那我们应该是得到最后要得到审判的 那么因为耶稣基督救赎让我们称了义 在律法上我们是不是罪人了 还有一个就是讲是我们是得救 就是得到的救赎就是是从自由的角度 原来我们是在罪的挟持之下的 那么是罪的奴仆 那么因为耶稣基督在石架上的工作 因为我们因信与他做了交换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不犯罪的自由 还有讲是原来我们欠了神的债 因为我们的罪是欠了这个债的 我们是应该得到神的审判的 那么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 让我们得到宽恕 还有是原来我们与神是无关的 我们是神的敌人 那么因为耶稣基督在石架上 跟我们的交换 让我们与神和好了 最重要一点是讲 不仅是这样的 因为耶稣基督的决涉 跟我们的交换 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 在这个石架上的交换 让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通过信心的管道 得到这些 救恩所得的内容 当我们讨论救恩的时候 我们发现 其实这个当讲信心的时候 发现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的困惑 说什么是信心 因为信这个词在中文的语境当中 是比较简单的 对 是讲是相信有 相信无的这个概念 但实际上 圣经中讲的信心 其实是比较深刻的概念 所以我们讲说 信耶稣得永生 往往的时候 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 会把这个信耶稣得永生的信 传的比较浅薄 我们先看一下 什么是信心 信心一共有三个要素 第一点是 信心是有知识的要素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 我们信心的对象 与信心的内容 我们要知道 我们信的神是谁 基督是谁 那么要相信基督的作为 说这个 在这个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信心的内容是正确的 我们在我们这个 徐王子里的第二 第三次讲座讲 是讲圣经 是吧 是神启示给我们的 我们信心 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当中 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的 罗马诸书的十章十七七七讲说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的 三节讲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的 拆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 讲说信心的一个起点是知识 我们不讲说 这里其实比较有误解 说我们一定要明白 圣经中所讲的所有的道理 我们才可以信 说但是这里讲说信心有个起点 知识的起点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 信心的对象是谁 第二点说信心是 要是对福音的上有关系的回应 因为我们讲说基督信仰 其实它的核心是关系的信仰 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信心并不是简单的 战成说这件事情是正确的 而这个救赎本身是 我没有真正的原理上没有关系的 信心它涉及到神的爱 而且这个爱还是在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事实上显明了 我们要对这个关系做个回应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讲说 翻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的名的人 他就赤他的权柄做神的儿女 就信心当中要我们要接待神的神的儿子 我们要把他的生命接待到我们生命当中来 《罗马书》的五章十一八节讲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我们这里知道 信心关乎到关系当中的信靠 信心还关乎到一种承诺 我们说当信心的时候 我们要有种承诺 是我们要对耶稣基督的尾身 我们进入基督当中 我们把他的生命带入我们的生命 让他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耶稣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救主 其实人造的宗教 这个伪信仰 各种各样人造的宗教 这个特点是 他所敬拜的对象 其实是一种抽象的救主 是伪救主 那么他这个敬拜的对象本身 是为服侍自己的 他们这个所有伪造的宗教的信仰 信仰对象 并不是人侍奉 他那对象是 他所敬拜的对象来释放他自己的 我们知道对基督的尾身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 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 也是我们的生命之主 我们是要释放我们的生命的主宰的 所以这是信心的三个要素 第一点是要有知识 要知道我们信号的对象 第二点是要对这个福音的 在关系上做出回应 第三点要对我们的生命上 要有一个承诺 要有一个尾身 我们还在讨论一下这个信心 因为信心对我们的在福音当中 起了一个非常惯性的作用 刚才那个沈云姊妹的一个分享 我们看到当得到救赎的时候 我们的知识上并不是一定是完全的饱满的知识 但是我们从知识开始一直到有关系上的超越 比如说沈云姊妹分享的时候 他讲他的关系上超越是在他的一个事故当中 在这个事故当中 他的关系超越是让他自己知道 自己不能信靠自己 要信靠神 对 我们知道神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让我们都会达到从知识到关系上的超越 对 那么这种信心是一种连接的管道 希伯来书说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我们当我们信的时候 我们确实会有一些证据 知道我们信心的 我们知道我们信心的有一个锚点 但是我们知道最终的关系的建立 是我们要问自己三个很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第一点是我们是否相信基督的作为 相信基督在实际上的作为 我们是否渴望 拥有圣经中启示的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还要问自己问题 我们是否愿意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非常重要的三个问题要问的 其实这是与关系和承诺有关系的 相信有关系的问题 西伯来书4一章的6节讲说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的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并信他赏识那寻求的人 这里都讲的是这种关系上的 从信心到知识到关系上的超越 我们经常在读西伯来书11节 在看新心伟人的时候 有几个经文 特别的让人感动 我们仔细读的时候 我们讲的新心伟人 这些人都是存在新心死的 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 他们在世上的时候 他没有看到他的救主的到来 却从远处望见 这远处他们知道他的救主最后会来的 却欢喜迎接 并承认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他们知道他们是属神的 他们与神是有美好关系的 他们是属于他们 他们的最后的生命是在神的那里的生命 他们真正的关系是在不属世界的 是在那个真正永恒当中的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他们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 所以神被他们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们已经 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我们讲 其实好多时候我在那个分享的时候 或过《代查经》的时候 我讲说当我们理解新心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12字来代表 信心就是12个字 唯独基督 认罪悔改 信靠顺服 这里既有知识层面的 又有我们什么 我们的 又有我们的这个 要依靠的 我们的 还有我们的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这个 尾身的一个层面的 对 所以说我们经常 我经常用这12个字来 来讲什么是信心 当我们理解新心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另外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一个是恩典 还有 神的作为 我们讲说信心 前面讲说信心是得到耶稣基督 与我们的十字架上交换的管道 但是这个他真正的最后的信心 是从哪里来的 那个在圣经当中 启示给我们说 我们信心是从恩典而来的 是神完全是神给白白给的礼物 罗马书的五章一 五章一 一节二节讲说 我们是因信称义的 我们是因为通过信的管道 来得到神的救恩 但是我们是这里讲说 我们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在的恩典当中 是恩典带入的信心 以福所说讲说我们信心 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 这里讲本乎恩是讲 他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神的恩典 让我们有了信 让我们得到救赎 因着信这个因不是因为的因 是讲靠着信心 我们是靠着信心的管道 但真正的原因是神的恩典 神白白给我们的礼物 提摩太后书也是讲说 说这个恩典 真正的救赎是靠着恩典的 是神的旨意和恩典 那么恩典是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是在创世之前 这个恩典就赐给了我们 罗马书讲说 既出于恩典 就不在乎人的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因为我们得到救赎 与我们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 不是因为我怎么样 我们就配得了恩典 也不是有时候 好多时候我们会有误解 有人甚至把信心上的表现 当作一种 当作人会配得 救恩的一个什么 一个条件 其实那时候也把这个信心的行为 当作一种当作行 把信心本身当作一种行为了 实际上我们知道 真正的救恩是完全神的礼物 我们知道恩典是信心的原因 恩典是神白白给的礼物 那么恩典也是施恩者的主权 当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是 出于神的恩典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得救 是更有把握的 我们知道这不属于自己 因为我们知道靠自己是无法得到救赎的 我们靠 因为我们我们自己是属于临死状态的 在这里我们还要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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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 是讲的是受洗和重生 因为我们经常讲说我们是因为 我们这次分享的题目是重生得救是吧 我们前面讲说我们靠的信心作为管道 与耶稣基督在实际上做了一个交换 让我们得救了 那么这个与受洗和重生有什么关系呢 马可福音讲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然定罪 是讲说我们是得救的人是因为信 是是靠着信心 那么受洗是什么 受洗是信心的一个行为上的表现 很重要的表现 那么是一个顺服的表现 那个哥罗西书里讲说 我们既然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都是因信 那叫我们从事里复活神的功用 这讲说人当我们在当我们在信心上 通过信心在实际上与神 与耶稣基督的生命做交换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是重生了 信心实际上 信心是重生的一个表现 一个体现 是一个最重要的体现 是唯一的体现 约翰福音讲说 当尼格蒂姆来夜叹耶稣的时候 问他说什么样的人才会进入天国 耶稣说 人若不重生就不容进神的国 耶稣说 人若不重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容进神的国 这里告诉我们 因为神的工作 因为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得到重生 让我们能信神 那么我们就会有新的生命 有新的生命 就让我们真正信生命有的力量 让我们这个生命的时候 与耶稣基督共同一起复活的生命 所以说这里我做一个总结 总结是这么一个总结 当前面我们看到说 人面对的问题是罪和死的问题 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就解决了罪和死的问题 耶稣基督的死 我们就与我们的旧的一个生命 就与他的十字架上一同定死了 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 让我们也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 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复活的生命 就是那个真真真正的神所喜爱的生命 就像以弗所说的讲说 当我们因得信的时候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的印记 那么这新的生命 在圣灵的看护之下 就会真正的向神 给我们定的成全的目标去前行 下一次我们讨论的题目 就是讲认识圣灵 我们今天暂时讨论在这个地方 我们想如果明白圣灵 如何带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会等待下周的讲座 由冯承伟弟兄讲认识圣灵的这个题目 好 我们在结束之前 我们做一个祷告 如果还没有信神 还没有到神的面前的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然后祷告之后 我们可以后面 我们再进入下面一个环节 主我们天上父 感谢你创造了我 并且供应我一切的所需 我承认我是个罪人 我犯罪得罪了你 我也不能救自己 天父我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为我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复兴罪在十字架上 为我复兴罪在十后三天复活 赐给我复活的生命 主啊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 做我的救主和生命之主 我愿一生跟随你 荣耀你 以你为乐 直到永远 奉我主基督宝贵的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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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 感谢神让 杨威弟兄 他刚才说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一课非常的不容易讲 但是弟兄分析的非常的清楚 讲的也非常的有条理 感谢神 杨威弟兄 能不能请你把最后那张slide 就下一次第八课的那个 再给显示一下 好我用一下他这个第八课这个预告 因为在我们准备的当过程当中 已经对这个第八课 已经有很多的 重新的去讨论 来调整 因为讲到这个圣灵这一刻 下一次的主讲人是冯成伟弟兄 他也是叫冯雅各牧师 然后在见证上面呢 我们会增加几个见证 不光有郑彦科姐妹的见证 叫见证 还有一位叫刘文俊姐妹的见证 最后我也会做一个短的见证 讲到圣灵如何带领 我在这个服事过程当中 他对我的带领 所以我们会对圣灵的工作 有一个比较全面的 希望能够通过四位 给弟兄姐妹的见证 来见证这个圣灵的工作 因为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多 大家讨论的也挺多的 希望欢迎弟兄姐妹 下一次下一周继续来参加 好 谢谢那个圣灵弟兄 谢谢你这个slide 待会请你把这个问题 留在我们这个讨论的聊天室里面 那下面我们就进入这个问题 简答的时间 如果你对今天讲的重生得救 你以前不知道怎么叫重生得救 你听说过有耶稣的救恩 到底怎么得到这个救恩 你不是很清楚的话 那欢迎你把你的问题写 在这个聊天室里面 我们可以有十分钟左右 请沈云姐妹或杨威弟兄 来回答你的问题好不好 如果有问题的请你写一下 在那个聊天室里面 关于重生得救 或者是关于你目前 所听到的这第七讲里面 你有些什么样的问题 都欢迎你提出来 在这个聊天室里面 好我们有一些时间 有没有哪一位朋友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回应的 能够在聊天室里面 把你的问题写下来 关于重生得救 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并且我如何得到这个救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思考过 好有一位朋友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只需要信心就能得救 是不是太容易了 是沈云或者杨威哪一位 杨威要不要你回答一下 你刚才提到讲了很多 我们这个信心 你刚才也提到一点 因为时间关系 最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好像信的东西 并不是那么难 对吧有的时候我信了 那是不是觉得太容易了 我信了就得到这么 这么丰富的救恩吗 以前对 我在救恩团记的时候 在救恩团记 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 我就反问几个问题 第一点的问题是说 我们我们爱自己的 我们说这个 你爱自己的敌人容不容易 我们第二个问题 我也会反问一个问题 说我们不信靠自己 容不容易 第三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问一下 这个说当我们自己 不自己定标准 容不容易 对 当然这个最 一个比较浅显的问题 就是讲说 我们靠自己靠这个 我们能够来 form 来确认神的公义 确认神的标准 容不容易 实际上信心是 信心是 本身是很困难的 要完全靠神的恩典去做 对 那么因为中文的语境的信 这个信是非常让人容易误解的 中文经的信 是讲的是 是一个相信这个事情的存在 对 但实际上 圣经中讲的信心 因诚意的信心 是 是非常的深奥的 就非常那个 深刻的 因为这里讲信心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看 只讲一点 而忘了第二一点 因为现在这个 尤其现在这个 传福音的时候 容易传这个 清堂 清堂瓜水的福音 是吧 讲说耶稣基督 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 那我们就得救了 是吧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信心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他也是我们生命之主 我们是不是能够信靠耶稣基督 其实是并不是很容易的 我补充一点点 结合我刚才的那个见证 我是想说 信心实际上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难的 就是说 当我们有这个理性的障碍 在那里的时候 那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好像 因为这个障碍太大 所以以至于神 要用这样一个特别的方式 把我就是从 因为人说神的 就是说人的尽头 才是神的开始 就是人 有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被上帝 带到那样一个尽头以后 你这个门槛 你这个信心的门槛 就好像就 一下子就很低了 我自己自认为 在我刚刚信神的时候 刚那一刻的时候 我真的都不晓得 什么叫信心实际上 你根本连概念都没有 你只 对我来说 我那个信心 当时的那一点点信心 只是相信它存在了 只相信神存在 但是神却后来 会在 你一旦相信他 你一旦重生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baby一样 刚生下来 神就开始 你就在他的恩典之下 他就一点一点的 在喂养你 一点一点的 让你的信心来成长 最后才会成长 一直到像 希伯来书里头说的 那些信心伟人 他们不是一下子 就有这样大的一个信心 对神有这么多的认识 但是只要你有这么一颗 就单纯的一个信靠的 单纯的相信他存在 单纯的相信 他对你是好的 我实际上 我自己的见证 说起来 我连这个起码的 这样一点点信心 都还是没有的 就是说 我当时只是因为 神把我打趴下 神把我 让我看见 我根本自己是 不可能 不可能靠我自己 把我的生活 把握住的 所以我才去相信 但是我心里头实际上 我没有时间来见证 我心里头实际上 是挣扎了很久的 跟神相 差不多就是跟圣经里 说的那样摔跤摔出来的 那一直不断的 在那里挣扎 一直不断的在那里 其实里面是跟上帝 在那里较劲的 但是到最后 你才会那个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们的信心 你神的恩典 就刚才 杨威弟兄的 这种分享里头 强调的就是说 信心真的是出于恩典 就实际上 我们自己在这一点上 是没有任何的功效的 是神 连你信也是神 好 谢谢沈云和杨威弟兄的回答 他里面也帮后面的几个问题 有一个信心 是不是上帝格语的 刚才沈云再次强调 那个杨威弟兄说的 我们的信心 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 好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请杨威和沈云 或者其他的弟兄姐妹 有个简单的 因为这个也是 确实在教会里面 经常有人会问到 重生 因为今天你也讲到 我们的重生得救 重生得救有先后次序吗 那个 这个 我知道这是一个神学问题了 但是我就按照 我的神学框架来回答 重生 就是重生和得救 本身 重生就得救了 是吧 重生是讲述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那个 因为我们知道是 是恩典带来信心 那么重生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对我们生命的转变 那么重生就得救了 那个 其实是美国先后 是同时发生的是吧 对 这个你 谢谢杨威弟兄这个回答 因为这个里面 涉及到就是 你怎么去定义 我们每一个人有的时候 这些定义都不太一样 刚才杨威弟兄讲的很清楚 圣经里面讲到 一个人 他信主 包括这个重生得救 和信主 信耶稣 我们说都是 说可以通用的 你当一个人 他已经重生了 我们就说他已经得救了 他已经接受 最基本的意思就是 他已经接受耶稣基督 为他个人的救主 为他生命的主宰 这个是最基本的 都是我们已经 已经接受了耶稣 成为我生命的主宰 我已经相信他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救恩 跟我有份 好 所以这个都是 成生得救里面 所含的意义 好 因着这个时间的关系来 我们就再回答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今天也讲到了 你也讲到 重生得救 心而受洗 那要信到什么时候 我们才可以受洗 这是一个朋友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什么 什么回答 一个 刚才水云 你也讲到 你也接受了洗礼 很快 神帮你打趴下的时候 有没有 要信到什么程度 才可以受洗 大家对这个问题 有什么回答 那我刚才 就是在这个分享的时候 这个我讲了三点 就这个其实也是 赵伦姊妹 当时我们准备材料的时候 我们讨论过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 刚才我们讲说 这个信心 是知识是开始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 但是是以关系 进入关系当中最重要的 就是从知识 做起点进入关系当中 那么我们要明白 一个认识论上的一个问题 如果明白这个问题 的话就容易回答这个问题 就容易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 在灵里的 的知识 的识 的认识 最终什么 是从信而来的 是由信而识的 在灵里的 对真理的认识 对真理的认识 最后是从信而来 是由信到使的过程 所以说 其实最重要一点 是一个关系 对 刚才我就列出三点 我们说 你问自己 你是否相信基督的作为 你要问自己说 你是否渴望拥有 圣经中启示的新的生命 而第三点 你要问自己 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 当你回答这三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 你看自己 是不是应该受洗了 因为 关于关系的一个回答 好 谢谢杨威弟兄的回答 然后赵宇静姐妹 也在聊天室里面做了回答 好 因这时间的关系 我们还有一些问题的 谢谢弟兄姐妹 愿意提问题 请你把你的问题 带回到小组讨论当中 在小组讨论当中 请进一步可以讨论 你还有的问题 好 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 郭宾弟兄